1月6日 黄宗泽出席专业时尚理发沙龙开幕里 当天的黄宗泽的着装可谓是万黑从中一点红 整体依旧是简单舒适但不缺有形有款 不知道你喜欢女孩有短头发还是长头发的呢 我觉得长短头发都不是一个大问题 最重要头发的发质好 因为如果你就算长头发 很长一把头发 如果头发又汗又干又打你 都挺不会看 所以就有一种很辣令的感觉 很有光彩的感觉 很有光彩的感觉 那毛发你都会多一点 而且他们的发现又有多点颜色 看起来真的很有难看感 说到打理头发 黄宗泽表示 平时因为出席活动才会烫发 但私下喜欢简简单单 但提到女友胡庆尔如何打理时 黄宗泽现场投诉起来 对于日前胡庆尔拍摄了一组婚纱照 黄宗泽听后很是惊讶 并表示自己没有看见 但曾经二人拍过一组婚纱广告 叫称对女友穿婚纱不感冒 是吗 他们拍了那个分纱照 我没有看见 但我们很多年前都拍过一次分纱的广告 所以没有太大的感觉吧 所以咱们其实不会考虑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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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 没考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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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